哇 沒有看過超大的大海 海邊一波波巨浪不斷打來 蘭嶼四號被小雪暴風圈籠罩 晚上九點五十三分 蘭嶼氣象站測了正氛圍 每秒九十五點二公尺 超過十七級正風 台東氣象站表示 已經破了台灣一百二十六年的紀錄 島上三支風速記也全被摧毀 我的二樓變得好漂亮喔 因為天窗整個損毀了 整片窗戶掉落下來四處都是玻璃碎片 因為風實在太大了 連民眾家中厚重的玻璃們 也被吹開摔碎在地上 屋內情況更慘 屋平洞倒西歪 蘭嶼經過一晚的颱風肆虐 各地傳出災情 路上可以看見房屋整個倒塌 連電線桿也被吹歪 嚴重傾斜 港口的船 全不沉 來到港邊看 大大小小的船都被吹到 已經沉沒 小雪颱風帶來狂風好雨 讓蘭嶼民眾嚇壞了 這次的颱風生的就是超級無敵 超級無敵 一千里颱風還厲害 以我從921的經驗來看 921嚇死了 但昨天晚上半個小時 對我來講都是惡無 好像世界末日一樣 現在是電話不通 然後那個交通也不通 然後我們那個 一些那個房屋什麼都被吹吹的 亂七八糟 超過17級的震風 席捲藍嶼 許多地方的通訊都斷了 工作表示 等到風雨比較緩和 就會進行搶修 不過小雪颱風帶來的驚人風雨 也讓蘭嶼人說 彷彿經歷世界末日 小雪狂風吹線記者 宮城茂從頭髮狂亂飛舞的程度 就能知道風有多強 別說人 連一頓重的小貨車都撐不住 台東最南端大五箱 小貨車被強風吹動 右前輪卡進南迴公路旁水溝 駕駛閃人保命要緊 市區內的燈桿 被吹得大力晃動 幾十年大樹連根拔起 倒在路上 擋住大五箱活動中心大門 那比較誇張的是 我們再往前走一點的話 可以發現在這個民宅外面 有這個被吹倒的機車之外 甚至在門口 這個冰箱都直接被吹到路邊來 冰箱橫躺在地上 插頭緊巴著電源孔 才沒被吹得更遠 小犬台東肆虐 全線約有一萬八千戶停電 目前恢復了一萬一千戶 還有民眾一早起床 發現住家鐵皮跟柵欄 也通通被吹翻 蠻頭痛的嗎 不會啊 本來就是這樣啊 反正天災 就是任命 七月開始接連四個颱風 影響臺灣 東半部居民很無奈 只能聽天有命 臺東最南端大五箱 離颱風也最近 不斷遭受風雨攻擊 三天新聞綜合報導